大家好,我是曹伟东 最近美国国务院突击向乌克兰紧急出售了三套海马斯系统 因为合同的金额是3000万美元 那么从这个合同的金额和它现在紧急的出售或者调拨 这些新闻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美国准备向乌克兰提供射程更远的这种远程火箭炮 因为在2022年的11月美国总统拜登就说 美国的海马斯它有两种系统 一种系统是射程相对比较近的 就是160英里 因为一英里大约是1.8公里 这样射程的海马斯这个是可以提供给乌克兰的 而射程达到600英里的这种就是海马斯火箭系统 不能够受给乌克兰 或者是暂时不能提供给乌克兰 因为当时拜登总统说 这样可以避免乌克兰用这样的海马斯系统打击俄罗斯领土这样的目标 所以当时是没有提供的 而这次应该说美国的国务院是得到了美国总统授权的 就是准备向乌克兰提供射程达到600英里的海马斯了 因为它要打击就是这个俄罗斯纵身的目标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呢 因为现在俄乌冲突啊 它的战场上发生了一些变化 就是乌克兰的大反攻呢 从去年的秋天呢就开始了 但是没有奏效 结果呢 还是让俄军守住了阵地 并且在今年的四五月份呢 又发生了就是在一些就是双方交界的区域里边呢 就是特别是哈尔科夫这个方向啊 俄军大规模的进攻 或者是说相应的加强了进攻的态势 使这个乌军遭受了更大的损失 再有呢就是乌军呢 他现在尽管可能很快得到一些北约提供的武器装备 包括就是北欧一些国家 挪威啊 丹麦啊 还有就是芬兰呢 荷兰呢 这些国家呢 是想向乌克兰要提供几十架的F16战机的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啊 因为战机当然这个航程远速度快 又可以挂弹 这个对俄罗斯是一种威胁 因为可以达到它的纵深目标吗 再有一点 如果再提供这个像海马斯 能够达到600英里这样一个射程的火箭发射系统呢 那对俄罗斯纵深的目标 特别是俄罗斯就是领土啊 这个更进一步就俄乌交界的更深的更远的目标呢 也构成了军上的威胁 这样呢 就是使俄罗斯呢 不敢贸然的再往前进 因为这自己的这个后方呢 可能受到了一些威胁 我认为呢 就是美国和北约现在紧急向他提供一些射程更远 毁伤力更强的武器装备呢 主要还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呢 解决一下乌克兰目前战场上的态势 因为乌克兰呢 连监狱里的囚犯都现在开始就是把它部分的选出来 要投入到前线去了啊 不到迫不得已的时候 这个囚犯实际上 它是一柄双刃剑呢 它可以给你上前线打仗 它也可以给你起反作用的呀 所以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 乌克兰采取了这样的办法来进行征兵 来进行补充啊 就前线这个兵员的不足 同时呢 北约也看到了 就是俄乌战场态势啊 现在的变化 如果不紧急向他提供一些武器装备 不向他提供更大的 更多的武器装备的话呢 这个战场态势呢 确实对乌克兰很不利 那其实也就是对北约很不利了 所以现在要向乌克兰赶紧提供一些啊 这样的装备 同时呢 还要给向乌克兰提供的这个无人艇上啊 架装火箭弹 这样的话呢 可以使就是乌克兰在海上方向啊 也能够更好的打击俄罗斯的就是黑海舰队来争夺 就黑海的制海权 这样从海上方向 空中呢 主要是用F16 陆地上呢 用海马斯这样射成更远的火箭系统呢 在三个维度里边对俄罗斯施压 这样把这个战场的整个态势呢 希望因此能够得到一些改变 但是是否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呢 现在还很难说 因为它获得的海马斯的这个系统 按照美国方面宣布的只有三套 战机呢 现在也没有到 还有就是像海上的这个无人艇 就是加装火箭弹 由于呢 无人艇呢 它的体量或者是排水量比较小 航程的比较短 载荷就是像武器装备这些载荷比较少 到底是否能够形成 对这个黑海舰队的更大的威胁的 这都要靠战场上的实践去检验 关于这个话题呢 我们今天先聊到这 感谢大家观看本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